新华中学剪剑 我校位于巴生南区港口路 创立于1947年6月15日 从草创初期租借亚达乌店铺 系台为客室 到目前现代化的宏伟校舍 其历程是我华社为民族文化薪火相传 在艰苦中求生存 奋斗发展的缩影 我校是由家长 校师和学生联合发起创办的 一所公益学府 在校规上 仍然显示这种三位议题的标志 1961年 教育法令实施后 我校坚决反对改制 并成为独立中学 恶劣的环境下 学省人数日益减少 1968年 仅存学生三十余人 秉持维护母语教育的信念 与捍卫母校的决心 1969年 以校友为骨干的董事会产生 在已故丹子李林玉镜董事长的领导下 进行全校大改组和革新 并且誓言 一定要把新华办好 配合全国独中复兴运动 校务展开系列的新格 学校建上轨道 随着学生的增长 我校开展了长期扩建校舍计划 通过万人宴 与新春省师采清运动 筹建新校舍 在1983年 及1993年 完成国字型大楼 及综合大楼 2005年 我校创办人 学省代表 著名企业家 丹斯里拿都斯里 杨忠理博士 出任扩建校舍委员会 和董事会主席 在他率先捐献及领导下 分别于2006年 及2013年 完成教学大楼 和科技大楼 进步一定要发展 是我们办学的策略 以人为本 和宽广的世界观 是我校办学的指引和方向 目前 我校学省人数超过3000人 教学设备完善 是一所强调人文科技 相结合的 现代化华文独立中学 我校致力于贯彻 因才师教 和 是信 是才的综合教育 以德 智 体 群 美 劳 六欲并重 为办学方针 培养具有21世纪 关键能力的新生代 我校坚守学省 为主体的教育理念 强调自觉 自学 和自律 通过自我教育能力的培养 殿下学省 自主发展的基础 品格教育方面 我们主张 教 训 补 合一 我们的报复是 培育学省在自我实现的同时 也拥有伦理道德和服务社会的 思想和情操 在策略上 我校采取自律配合他律 个人体悟结合群体动力的综合模式 以启发重于灌输 自动重于被动 感化重于惩罚 为教育基本原则 通过每日晨读10分钟 班会 班级学习共同体 吉林学省自治会 吉林论坛 个别资商 班级辅导等活动 落实学省问题 回到学省群中解决的理念 提高学省自我成长的能力 秉持扎根传统 怀抱多元的理念 深化四维八德的学习与实践 我们举办高三生成年礼 在初一初二年级 开办EQ情绪智商和学习技巧 培训课程 更从生命教育的高位目标 在各年级全力推动领导力教育 通过使用生命指南针 让全体师生 有效落实高效能人士七大习惯 使人人成为自身生命的领导者 也成为他人生命的转型人 形成积极和谐的校园文化 教育模式的开拓 引领学校朝向一个 开放、协作和自我改善的 学习社群发展 除了注重文化的传承 我校致力于开发创意思维 科技教育和提升资讯科技 与教和学的应用 通过推展网上学习平台 及云端科技平台的使用 突破了时间与空间的制约 丰富了教育的内涵与模式 科技大楼多元开放的设置 为拓展协作、探究、发现、创新 问题导向、专题研究等学习方法 提供了有力的条件 普及天文教育和实施专题研究培育计划 是我校的办学特色 贯彻三语学习方针 掌握华语文的运用 学习和体会中华文化的精华与智慧 除了安排国文辅助课程 准备政府考试 我校定期举办以马来文化为主题的国语周 引导学生了解有族文化的同时 激发学习国语的动机 期许学生达到SPM水平 能在生活中顺畅使用国语和各族同胞交流 我校设置英语教学中心 以能力基础配置教材 分层次进行小班制教学 把剑桥英语和雅思考试模式 纳入各年级课程 鼓励各年级学生参加国际英语水平考试 与国际接轨 在体育方面 除了安排全校性体育课和中华武术课之外 我校举办定期的体育活动和竞赛 以带动学生锻炼体制 并且养成喜欢运动的习惯 在美育方面 除了开设美术 音乐 书法 水墨画选修课 定期举办师生校友美展和艺术营之外 我校也积极通过各种管道 致力于美感教育 以普及和提升学生的美育素养 为了兼顾全面发展与贯彻音才诗教的理念 除了在高中部设文商理科之外 我校同时开设选修课 我校同时开设选修课以照顾学生性向和兴趣 教学上强调多元智慧的开发 协助学生 协助学生发现自我 引起学习动机 并成为学习的主人 策略上 通过班级学习共同体的实践 实现学生群体互助共享的学风 培养学生自主学习 自我超越的学习态度 塑造积极正向的校园文化 长期以来 我校致力于第二课堂的开辟 我校列联课活动为必修课 目前我校有学艺性 康乐性和服务性社团 共五十多个 定期活动即展示学习成果 他一方面提供学生发挥才艺和潜能的空间 丰富了校园生活 另一方面也启迪学生做事与领导才能 使个性与特长得到较好的发展 为了提供全方位的教育 我校经常为学生举办外宾演讲 观摩表演 户外教学 各类工作方 天文学习活动 社会关怀与服务实践活动等 培养学生的综合能力 提高学生自主发展的素质 秉持正向发展剩余治疗的教育策略 营造有利于教师专业成长 与学生健康成长的主导环境 是我们的方向 坚守每一项活动都是教育活动的原则 将六欲融入校园生活中 在校务发展上 我校运用ISO概念的架构和资讯网络平台 确保行政管理系统有效运作与持续改善 确保教育人员的素养 符合学校使命与愿景的要求 并贯彻PDCA不断改善的运作模式 和七大习惯的实践 结合与时并进的教育理念与方法 引领师生发挥主体性 不断更新 积极互动 形成自我检查 自我管理 自主发展的校园管理文化 展望新华中学 发展成开放自由 进取和乐 催生创新人才的 佛亚学府 总结数十年的办学实践和经验 本校同仁深刻地体会到 只有具备前瞻性的规划和策略 才能在大时代的洪流中继续领航 华文独中要发展 华社本身必须力争上游 华文独中教育必须适应 个人 民族 社会与国家 未来发展的需要 在历史和时代的洪流中 我校教育将以不断超越的热情 以灰红的视野 面向世界 面向未来 在某种程中